溜干尖好多人爱吃,但不好做 今天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把市场买回来的新鲜猪肝切成薄片 然后放到漏勺里,用水冲洗一下 把表面的碾液冲掉就行 然后在漏勺里摊开,把水分控干 不然太湿,挂不上浆 这个时间咱们准备点配料 切点红绿尖椒 斜刀再切15片大葱 家里有泡好的木耳,咱们放上几片 再调个汁,小半碗水里加两勺酱油 一勺米醋,一勺老抽调散 咸盐,味精,胡椒粉 再来点料酒去腥 少来一点白糖提鲜 最后加土豆淀粉,搅匀备用 这个时候咱们把控熬水的猪肝 加一勺土豆淀粉,再来点料酒 用右手抓匀上浆 抓到这种起粘性了就行 然后咱们把油烧到四层热 下入猪肝 用筷子嚼散 烫20秒,9成熟 捞出来控油 另起锅,放几个干辣椒段 小火炒到中红色 放入姜片,蒜片爆香 倒入之前准备好的配料 大火炒15秒 倒入猪肝 再翻炒5秒 再把料汁搅匀 往里一倒 大火炒到汤汁粘稠 猪肝全部包裹上汤汁 就可以出锅了 学会了 麻烦您给个双低 感谢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